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可能已经因为他的恶行恶状的作为而毁了他们的人生 这就是李宗瑞 李宗瑞在逃亡23天之后他终于投案 但是他却变称所有的照片都是跟女孩子你情我怨 绝对没有偷拍 但是根据最新一期的一周刊报道 其实他在逃亡前夕还流连在台北市的三大酒店 涉嫌迷奸许多的酒店小姐真的是死性不改 他的名声很差在酒店被列为奥客 而他在酒店到底哪来这么多钱消费呢 除了是妈宝有来自于爸爸妈妈的金元之外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正牌女友刘韶怡 因为他假借投资股票的名义上刘韶怡三年之内要了三千万 现在女友决定要告他诈欺 李宗瑞逃亡23天后落网 全盘否认迷奸偷拍 根据最新一期一周刊报道 李宗瑞并没有记取去年7月 被姐妹花小摩控告迷奸的教训 照样色胆包天 在逃亡前夕 流连台北市包括巴塞隆纳 大富豪龙亨三大酒店犯下多起迷奸案 位于基隆路上的巴塞隆纳酒店 是李宗瑞的最爱 因为这里的小姐年轻貌美 不过传说她经常赖账 而且还会把小姐带到住处性情 李宗瑞去那边的话 在那边花费数百万 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李宗瑞被酒店列为奥客 不但经常强灌小姐喝酒 还带回租屋出性情 偷拍影片 因此巴塞隆纳 只让她框小姐整点 不能带出场 李宗瑞还经常签单 欠下不少酒钱 以两个人头来算 基本消费两个小时 一万八起跳 以她爱百扩的习惯 拿着大把钞票往酒店砸 一个月花上好几百万酒钱 根本不奇怪 而李宗瑞的金主 疑似就是她的正牌女友 台版田中千惠刘韶 刘韶韧才22岁 是高雄一家机械公司千金 个性单纯 和李宗瑞是青梅竹马 在美国念大学时交往 李宗瑞骗她要投资股票 三年内向她伸手拿了近三千万 但是半张股票都没买 钱都拿去花田酒地 刘韶怡很伤心 决定留在台湾 控告李宗瑞诈期 李宗瑞虽然已经关进北索 但随着不牙影片不断流传 受害女子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多人 一电视记者陈思琳 赖伟胜台北报道 小伙认